Hello大家好,我是Danny,欢迎回到我的频道Danny的澳洲笔记 我不知道有没有华人朋友有过以下的这些想法 两个月的学校假期马上到来 因为疫情没法出国旅游 所以想想孩子在家鸡飞狗跳这两个月 想想就觉得心里顿时有种崩溃的感觉 中澳关系降至冰点 出来走路吧,总觉得澳洲人看我眼神不对 心里超不爽 澳洲这生活是真不方便 要不是说为了孩子 只有点后悔移民过来 那么如果你有以上三种现象 心理现象的话 这期一定不能错过 因为我来到我的朋友Kunny 他是一家心理诊所Mindspace的创始人 然后来到这里我和他聊聊 首先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在澳洲做心理咨询师 心理医师是不是很难 然后收拾多少 这里有哪些挑战 另外我们再说一说 现在澳洲华人 乃至海外的华人 一些普遍的心理问题 然后你怎么去应对 怎么去解决 好 Kunny,欢迎来到我的节目 你好 Danny,我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粉丝了 非常开心能够到你的节目来做客 谢谢 我是 我叫Kunny 我是在澳洲注册的临床心理学家 然后在这边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了 在2019年我在这边创办了一个叫Mindspace Consulting的思维心理的一个工作室 然后主要是为在澳的华人的心理问题和留学生做的一个 我们提供一些心理咨询心理测试还做一些workshop seminar一类的能够帮大家整个华人群体提高一些对于心理问题的一个认识 Kunny 我有个问题啊 就是说在澳洲当那个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或心理学家是不是特别难啊 就像像那个临床医生一样有那么难吗 其实在澳洲没有心理医生这个词 其实我们是叫心理学家psychologist 对 然后没有医生这个词 所以跟临床医生当然有比较大的区别了 因为临床医生的话 他是从medicine这个角度来 那心理学家的话 我们从human science social science这一块 就社会人类行为学这一块 那可能在这块就不太一样 那学习的话呢 一般学心理学的话 是要minimum四年plus master或者doctor的学习 所以其实也是还是蛮辛苦的 蛮长的一个过程 对 我能问一个稍微有点八卦的问题啊 就是说做这个心理咨询师心理学家 这个收入好不好 嗯 OK 太直接了 我可以说大概的吧 大概的我们一般你刚刚毕业 可能没有什么大的经历 那你入职全职的话 一般是六七万澳元底薪开始 然后根据你的经历 根据你的学历慢慢的往上涨 那从六七万开始 大概八九万十万左右 然后到一个senior management level的话 可能十万以上 如果你要开自己的私人诊所这些的话 那可能这个范围可能也会比较大一点了 嗯 就像生意一样 嗯 对对对 那坤你在你经历诊所的过程当中啊 肯定是遇到这种形形色色的人 而且都是有这个心理问题的人 那么你觉得对你而言呢 这个行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呀 我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吗 就是在学习的时候跟在工作的时候的挑战不太一样 那在学习的时候 因为英语不是我的母语 我是留学生过来的嘛 那这个英语对于心理学来说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然后你不光是英语 你还有一个common sense 就是对这个文化的一个了解 因为心理学是从西方的文化开始的嘛 所以我们在对这个文化上面 作为一个留学生母语 不是英语的一个学生来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你在跟客户的练习啊 或者咨询的时候 你在这个中间可能会得不到那些点 所以在这个时候开始学的时候 还是蛮struggle的 是需要extra的一些一些练习和培训 那这个是在学习中的挑战 那工作的时候的挑战呢 那可能就是比较广一点的了 因为按照我 我不是一种非常stray forward的那个experience 我是有做过很多不一样的 我一开始做其实是犯罪心理 所以我面对的是一群比较有犯罪背景的 是比如说对妇女的一些虐待啊 这些是这一个群类开始 所以那个时候对我的挑战 是我怎么样可以不把自己的judgment给带进去 因为他们对我来说他们是客户 我还是要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他们 来帮助他们 所以这个一开始的一个presumption 这个judgment不带进去 这是对我的一个挑战 因为那时候我也是比较新嘛 所以这个是一点 然后我也做过一些啊 比如说像难民的 我有去Pope New Guinea那边 就做难民的工作 那那个时候对我觉得 我觉得是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你想要帮助他们 但是他们的environment 他们的环境 你是改变不了的 所以一直是有连续性的创伤在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怎么样以我的角色去帮助他们 那这个对我来说 对我这个人 对我的这个工作 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那现在我开始作为华人背景的 客户比较多 那在这一块对我的挑战 是我怎么样有这个boundary 因为我可以跟他们 我可以跟他们共情到很深的一些点 因为很多客户过来 跟父母的关系啊 跟朋友的关系啊 因为从华人的角度来 很多我是自己也experience到的 自己也体验到的一些东西 所以在这个时候 怎么样有这个boundary 怎么样我还要在心理学家这个立场 来帮他们理性的看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挑战 所以各个方面吧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心理的疾病嘛 就像这些肌肉拉伤一样 就你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如果比如说运动完 经常做一些舒展啊 甚至是一些按摩 那肌肉放松下来 就不会形成疾病 但你经常不做 日积月累 这个肌肉就会受伤 其实心理疾病也是 就是你开始有一个很好的 这个心理疏导 可能以后呢 就不会演化成一种疾病 那么困境就是 你接触过很多华人客户啊 那在我们华人群体当中 就比较普遍的一些心理问题 都有哪些呢 现在我们的华人客户的话 有留学生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 然后还有在澳洲的移民的华人 它也是一个不一样的群体 他们的要求 他们的生活状态 跟一些生活上的压力 可能不太一样 那留学生的话 那在这边的一个孤独感 跟父母的中间的 这个环境关系的一个淡化 然后学习上面的压力 社交上面 他们性格的一个identity 这个定义的开始发展 这个其实是一些 比较明显的一些问题 那在澳洲移民的 移民群体来说呢 这个对文化的接收 适应 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点 然后会焦虑 就是对未来生活 能不能在这边 生活好的生活下去 那还有一些是 抑郁的一些状态的话 就是可能会跟 国内的生活去比较 因为国内真的是非常方便 那你是想做什么 一个电话 你也知道去哪里寻求帮助 你也知道怎么样 去寻求帮助 那在澳洲这边的话 你不知道这边的系统 是什么样的 你语言上面 可能也会有障碍 那就会有一些抑郁 跟焦虑的情绪出现 那还有一些的话 是父母 就是孩子这边比较小 这边成长了 或者这边出生了 他们比较融入 西方的一些社会 一个比如语言啊 或者文化的一些环境啊 那跟父母的交流 跟父母的隔阂 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那这些可能就是一些 比较普遍的 心理上的一些困扰吧 那针对以上的问题 你是怎么帮助 他们解决的呢 OK 那这个我也希望 能够分成三部分 就第一部分的话 是identification 就是认识到 你能够及时认识到 这些symptom 这些问题的 就是比如说你的心情啊 如果你的心情 一直是非常低落 觉得特别没自信 然后会很想哭 情绪变波动特别大 失眠 就是饮食不调啊 这些一些身体上面的信号 你要注意到 你的情绪上的信号 要注意到 这是一个identification 就是你认识 那中间第二部分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解决 运用一些方式去解决 那我们比如说 心理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有一些 行为上面的一些变化 就是你要健身 你要做一些冥想 一些呼吸的训练 你要去让你的 每一天的routine 有一个定点 就是早上几点 起床 晚上几点睡觉 一日三餐 可以运动 或者可以有一定的社会 社交的一个保证 那这个routine 其实非常的重要 然后还有心理学上面的一些 我们认知上面 就是你的想法 可能需要一定的改变 那比如说 我们有焦虑跟抑郁的时候 我们的想法 可能会比较过激 black and white 就是比较极端性的去想 或者会想 我这件事情 没有做好玩了 我这辈子就完蛋了 就是会有这种 比较极端性的 就是overgeneralized 那种感觉 就觉得世界摸着来了 所以这种极端性的思维方式 也是我可以 心理学的一个角度 去改变它 那你的想法改变了 你的情绪就会相应的变化 那你的行为 其实也会开始变化 那这个是中间的 这个改变的这个过程 那后面这个过程 就是一个maintenance 我们说要怎样保持下去 我们有新的技巧了 有新的一些觉悟了 那你怎样把这个习惯 给保持下去 那这个就是你可以 如果有新的一个routine 你怎样坚持下去 就是这个maintenance的话 其实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有新的呼吸习惯了 那要每天去坚持练习 冥想习惯 练习习惯 excise这些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三步 那坤尼 你觉得就是在什么情况下 就需要去找心理医师去预约了 或者需要去疏导一些 这有很多种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华人对心理问题的一个理解 是非常病理性的 就觉得你是要有精神疾病 或者你是非常非常严重了 要自杀啊 这些问题出现了 你才去看心理咨询啊 这些 其实不一定 这只是一部分 这也是非常需要的 当然也是非常需要的一部分 那还有的话 其实我们说心理学的话 是一个叫以预防为主的 一个preventative medicine 其实它 prevention其实是非常重要 预防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就是每一天 怎样去check in 你自己的情绪 我的最近的情绪 是什么样子的啊 我的情绪的起伏 不是什么样子的啊 这些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还有一些的话 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客户 其实他们只是 一些不自信 他们觉得社交上 有一些困难 就很难跟人交流 或者话题 很容易陷入那种尴尬的 那种死局的那种感觉 那他们其实也会去 找心理学家去聊 就是我怎样去提高 我的社交技巧 我怎样提高 我的社交的一个自信心 我怎样跟人说话 这其实也是很重要 那还有一些的话 可能就觉得 我慢慢的长大了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样一个人 我的价值在哪里 我觉得我有点迷茫 那他也会去找个心理咨询师 去聊这块的内容 就觉得可能 我将来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啊 或者我这样做对不对啊 我会不会后悔啊 这些其实 一点点滴滴的生活中的一些困扰 那还有的话就是 夫妻关系 那可能夫妻经常会吵架 那我想要我们怎样去调整 有些的话会担心 如果跟朋友说 跟家长说 家庭说他们会介入 或者有些会担心 他们会改变对自己的想法 那出于一个保密 一个隐私的角色 他们也会去找心理咨询师 因为其实心理咨询师 以一个往比较第三方的一个角度来 帮你们解决你们夫妻情感上面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很重要 那还有一点 我就之前也提过的一个亲子问题 其实这个其实也很多 会去找心理咨询师去说 我以前有客户也是这一类的 就是可能跟孩子比较难交流 因为在这边长大了 你跟他们可能中文 他们也不是非常好 然后你用忠实的一个教育方式 去对待孩子 那就一个这个 逆反期就会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要知道 其实你觉得孩子是一个小大人了 但他还是孩子 所以我们要尊重孩子 他大脑的一个发展过程 那这个很多时候 我会提醒这些客户 这些家长朋友们 就有的时候你要知道 孩子虽然表面看起来很成熟 但他的大脑 其实还是在非本的发展中 所以可能很多事情 他不能get到 那你要慢慢的跟他说 那在跟他说之前 你要懂得去尊重他的感觉 尊重他的情绪 尊重他在经历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些我们心理资源 都是可以帮助到的 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 家长和孩子问题 我特别认可 因为毕竟嘛 我们是在西方国家 这孩子呢 又是在这种西方教育制度下长大 而我们又是传统的一些东方教育 所以这期间呢 肯定会碰撞出一些矛盾来 那么你作为这个心理咨询师 能不能给观众一些 就关于在这种 就是我们移民家庭下 对孩子教育有一些什么好的一些建议啊 或者一些说法什么的 因为中国的一些教育的话 他可能目的性是 结果是怎么样的 就是跟别人比 你的成就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不太会去强求 就是孩子 其实你的孩子这个 resilience 就是怎么样 他有这个韧性 他的抗压能力 这一些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 怎样去生存 这个很重要 我们教孩子 其实就是要教他 怎样去生存 怎样在这个世界上 活出他自己的一个感觉 活出他自己的一个人生 他自己的一个价值观 而不是我们刻意去 附加这个价值观 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去做 因为很多父母就说 我比你活了这么多年 我肯定比你知道 你要听我的 这个是他们的常态 但他们不懂得怎样去 我吃的严比你多 对对 我吃的严比你多 因为你口中 对对对 我走的桥比酒比你多 那因为你老迷路 对对 很多是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们心理学 我们是一个 研究性的一个base 我们research base 因为我们所有做的东西 都是有一个研究的一个backing 就是一个evidence 去支持你 那不是一个 就是虚张声势的一个东西 那在于 从犯罪心理学 这个角度来看好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在西方的 我们有做过研究 之前一些连续杀人犯 serial killer 你去看他们的 儿童时候的一些经历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非常明显的pattern 他们是没有play的 他们没有玩 他们是很多是 要么就是父母 是过于的控制 要么父母就是 完全是放养性的 不管不问 然后他们也不知道 怎样去玩 怎样去创造自己的一些 一些思维的一些方式 因为在学习 在玩的中间 你可以学习到共情感 你可以把自己 放在别人的角度上面 去理解他的情绪 是什么样子 这样做 是会给别人 有什么影响 然后你不会学到 怎样去引爆别人 把别人带进来 怎样一个集体的生活 怎样跟别人的一个交流 就这些其实都是在玩里面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华人家人说 小孩子在学校里 就是玩了 有什么用 又学不到东西 他们就会很担心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焦虑 就是华人家长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焦虑 他们就会担心 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做好 让孩子失败在了 起跑线上 因为他们的初衷是好的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应该是一个 children led 就是应该让孩子 来引导你 其实这是最好的一个教育 这是最好的一个交流方式 那这样出来的家庭 你跟孩子的关系 才会有安全感 才会有信任感 因为我们要最终给孩子 是一个 secured attachment 我们说一个 非常安全的依恋关系 那这样的话 他才会学会去相信人 他才会学会去相信自己 那相信周围的人 他只要努力去做了 就会有好的结果 就会有他想要的结果 这是很重要的 不然的话 我们交出来的孩子 就会 他们的抗压能力非常低 他们就会觉得 世界是一个非常极端性的东西 如果我做不到这个 我的世界完了 活下去没有意义了 那这是我觉得 每一个家长不想看到的事情 不愧是专业心理咨询社 跟你说完话之后 有一种特别释怀的感觉 不要走开 后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采怨 那你喜欢这些话呢 不要帮我点赞转发 并且关注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Kunny 你一般是怎么来判断 这个人是不是需要 这个心理咨询的预约呢 我们一般会问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给你讲一下 一缸水 浴室里的一缸水 那你有一个汤勺 和一个木桶 你想用什么方式 把这缸水给排空了呢 那肯定是用木桶吧 一般我们是会把塞子 要不我们约个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